嗨 大家好 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ilibili 還有Discord 然後在天地結就曾在臨 12月15號的微信官方公告了這次的神兵的部分 呃 對不起 白樹森 然後 青 法海 西哥 檀香 那 白樹森的神兵呢是流風回雨 那技能的部分 技能的部分是 傷害絕學造成暴擊之後 傷害絕學喔是絕學喔 造成暴擊之後可以額外獲得一層到兩 最多最多到兩層的法力 那攜帶大於等於三層法力的時候呢 傷害和免傷提高5% 到10% 就是在增傷了 然後 看一下 就是他因為本身他會有法力的成熟 那他就是神兵在多 讓他多 法力的 buff的效果 然後又增加了傷害和免傷這樣子 免傷我覺得還OK啦 因為他畢竟是咒絲 咒絲 就是蠻薄的 本身是蠻薄的 好 再來是青 青 小青 底下限2 好 技能是底下限2 那 目標如果攜帶了的buff 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3折 大於等於3 折對戰中 暴擊率會提高20%到30% 這個就很有感了 可是要三層啊 那 使用復出的這個技能的時候呢 會驅散自身的1到3個 debuff 並獲得訓解2 其實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我覺得給小青的 神兵技能的部分 還蠻不 還蠻好的耶 暴擊率其實蠻多的 說實話 其實蠻多的 好 來 下一個 天龍神位 為什麼不是大威天龍 天龍神位 天龍神位 要小心是什麼 圖迷清 退 天龍神位 為什麼不是大威天龍 好 神兵技能的部分哦 呃 加 什麼 加法分明哦 兩個內存在為攜帶有益狀態的角色的時候 兩個內角色 也是說友方跟敵方都可以哦 好 那物攻跟免傷提高5%到 15% 啊對不起 5%到10% 他對戰之後呢可以恢復氣血 我覺得還不錯 恢復氣血 對戰後 對戰後就可以了 然後 對就這樣 沒了 就是 主要是這個啦 還是前面兩個蠻重要 物攻免傷嘛 然後對 我覺得增加氣血還蠻不錯的 那畢竟是鐵位嘛 他鐵位對戰之後又可以恢復氣血 那 他續戰力就蠻高了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 但是防海技能部分 就是以 青來說 跟小青比的話 我更還是比較喜歡 喜歡小青 絕對不是因為他是女生的關係 然後在西哥神面技能 前鋒副歌 啊 劍能的部分是煞風引物 那目標周圍一個內無 其他敵方 則主動攻擊對戰中物攻提高5%到10% 那 攜帶引盾的buff的時候呢 免傷可以提高到5到10% 就還行啦 那遭受範圍傷害後 氣血大約等50% 銀盾狀態者不消失 哦 遭受範圍傷害後 氣血大 哦 哎這個還 還算ok啊 這一點還蠻不錯的 這應該是開了就有吧 應該神面技能一開第一層應該就會有了 還蠻好的 我覺得這個 還行啦 還不錯 通常 被防火器打到銀盾都會消失 那只要氣血大約5%銀盾不會消失 哎就 就就是 有有種有總比沒有好 對 好彈箱 虛迷無無盡 明香提神的技能名稱那2到4個 範圍內沒有一個 存在 冷卻中的主動覺學的其他角色 一樣寫其他角色 那應該也是包含第一人吧 然後法工可以提到2到5% 最多可以疊3層 那以 夢香 還是奇夢香 達到3層 則使用 絕學後 給4個內友方施加一個睡衣的buff 並額外添加0到1.7力 呃 主要就是讓他的法工 再更高一點啊 他最後又可以疊到6層 那最高最高是15層 15%對不起 15% 就 嗯 就 你就增傷嗎 對就這樣 就 就還好 呃 然後打到3層 使用絕學後 給4個方施加一個buff 這這樣buff 我覺得很普通啊 這這樣buff 我覺得都還好 然後 你要到 升到最後面才會加1.7力 就 呃 增傷本身是一件好事 但是 就是很普通 對不對 你看希哥的 希哥至少後面這個銀盾 我覺得就就就有他的特色在了 那 對 其他這不知道怎麼講 啊其他前面三次都很ok啊 啊後面兩次真的是 yes yes 對 好啦就是這樣子啊 那 希望大家 可以 到時候這個 法海 清 白素貞出了之後 大家都可以 得到這三隻好不好 那這三隻 小心真的是超棒的 白素貞又有一個 這個讓人家再行動 超棒的 而且是免費送 好啦 那 順便介紹影片就到這邊 那 歡迎有什麼想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法 歡迎在影片底下跟 大師一起留言討論 那這集 神兵技能介紹的部分就到這邊啊